为什么现在的命算不准了 有这么几层原因 第一呢 这个斗转星移 我们只是照本宣科 书上怎么写 我们怎么背 运用 也是在那个基础之上 不能完全理解故人 更不要说超越他 所以说我们追根求源 如果不知道 这个北斗星 再过一万年 就要换到织女星的位置 整个的这个节气 我们历朝历代 总是要 当皇帝第一件事 就是更正历法 然后 才是一服事 首先改正数 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叫等 因为现在话讲 这个星体运行 计算这个整数 它当中有偏差 因为我们这套学问 它是要 中间 有阴力阳力这样互换 而且现在的意义 为什么我们老师 要求本 它根本的这个 已经跟这个当初的星体 对不上了 所以你算出来的 它这个星 跟你的能量就不一样了 所以自然就不对 第二呢 有现在很多东西 是传了 真传一句话 本来并没有那么难 但是神仙 他就不告诉你 你就没有那个福报 存在 现在信息发达 资讯泛滥 书啊 视频呢 就各种 看似便利 新人 尤其 写的一些东西 都是没有经过经验 考证 历练的 唯独一个好 就是所谓的 跟现代人 追求不一样 但你追了半天 到最后 过得并不好 算有钱 也不幸福 尤其女性 所以 这真东西 丢失了 找不到了 抓不准了 乱了 这么两点 此外呢 真正的高人 我们几十年前 甚至身边 有些人 也有 民间的高手 以前 走街穿巷 这个板一打 或者是佛道 出来化缘 都收不了 那几个钱的 包括那些 什么所谓 射刀人 拉骆驼的 像 安徽那边 有一些 看相的 也有很多高手 盲人 很多 但是 他们的 命 反而苦 没有接受 这个时代的 资讯 那些 才是真正 这个 数数啊 计算啊 厉害的人 我们现在 所谓的大使 所谓的 那你就 忙忙去喂吧 那这个 很乱象 还有 就是 人 他的本领 是有限的 有些人 一上 你这个灵 浑身一多 上来什么都有 天上地下 好像无所不知 那些 他长期接触 山水的这种 自然清修 自然之气 调养 那很容易 成精 很容易 这个灵 很强 但是他心不正 所以说人 你要跟他们比 这个 这些灵性 不如 但是你的心性 是经过 常年的 修持 可疑 这些灵性